好的 那在今年的五旬节里面 其实有着疫情带出来的一些后续效应 许多人的心中还是很惶恐 对教会来说也面临着一波的动荡 那刚好在这疫情趋缓之际 许多的教会就在五旬节的节期里面 举办了祷告的运动 像是高雄就分成了北东南三区 四个点让附近的会友可以就近参加 那这次特别的是高雄众长老教会 特别在五旬节当天 共同的来寻求圣灵的充满 追求圣灵的带领 那更特别的是在会中不断的 祈求神降下合一的灵 我们要在圣灵里面合一 我们是合一的教会 我们是合一的教会 那另外在高雄林良堂的祷告会当中 可以看到众墓长们跟会友 一同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也具体的点出了祷告的方向 例如像是要为人类追求经济利益 而忘记的生态环境而悔改 当然在当中也感恩神 在这次疫情当中特别保守台湾 那我们再带您看到台南 这次台南圣教会在五旬节当天 就有超过千人的聚集 他们也特别为了最近通奸 除罪化的议题带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怜悯 常常想到瘟疫就是因为 随随便便神的愤怒 才临到这地的 如果我们又恢复 当大法官宣布这样的一个 通奸除罪化的时候 我知道这样的忧伤再次临到我们当中 这也是我们在这祷告的故事里面 重新要建立在居安思维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 这次众教会在疫情后 起居的祷告力量 真的让我们感受到 教会的再次觉醒 除了实体的祷告之外 也有线上宣教平台跨 有黄国伦跟李贤生牧师 在五旬节当天带领全球的基督徒 一起来祷告 特别为最近疫情深温的巴西来代求 也提到五旬节是神带来丰盛的日子 主啊祢兴起巴西 主啊 将祢的心意写明在巴西的里面 神啊祢请不交巴西这个儿子 主啊全然的归还 另外在新变形道会的 主日敬拜现场 他们开了一个第二现场 为17位朋友来施洗 那在讲到信息当中 赵茂收牧师也提到了 其实他为了主日 预备了非常多的信息 但是五旬节当天的信息 是他在清晨梦里面 上帝告诉他的 我记得我到韩国去的时候 第一次去韩国 哇 那个经验简直是我 另外一次的五旬节的经历 我一直说我们生命中间 不止一次的五旬节 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中间 要很多次的五旬节 所以每年都有五旬节 你的生命应当不断的被更新 不断的有五旬节 好的那新约中五旬节那天 其实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 那今年特别的是 刚好在五旬节的节气里 也是众教会开始要回归到 实体聚会的日子 那许多的教会开始就朝去 会友一起来祷告 不仅为台湾也为世界来代求 期盼可以点燃每一个人心中 圣灵的火焰 那以上就是这次五旬节的整理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